欢迎来到电玩杯杀款第74期 hello,我是sky 最近大家有没有看过一张图片 奎爷就像是我们玩家一样 躺在床上等啊等啊 就等下个月最香的女主角出现 各位声事 这几天是不是不断刷到剑线的预告啊? 又是曲线,又是好几套的服装 你要能忍住不喊真香 就很像是肚子饿的时候 前面还有麦当劳套餐在想你一样 真的是超痛苦 不过也是这股浪潮 只要让剑新还没有开卖 就让国外的讨论度瞬间爆开 从2月初开始开放预购过后 美国的片石商店排行榜还冲到第二 直接把我昨天介绍的最终患奖器重申给超越 不过这种性感在这个正确恨行的时代 欧美那边应该是很难活下去才对 一查才发现金亨太根本就是女权的对立面 不但没在怕这些 还把那些女权主义者直接砍走 特别爽 不过开始今天的影片之前 先感谢影片的赞助商 住在北部的朋友这几天逛逛走走 有没有觉得越来越有19世纪日本的氛围呢? 像是服饰会风格的壁画 或是日式传统建筑等 没错 让人崛起 准备要在3月22号上市 他们最近会在台北的华山文创园区 举办一场游戏体验会 你不但会看到幕末时期的NPC清零现场 还会帮各位准备好很多台PSU 你当场就可以试玩看到底是好不好玩 重点是你要是已经买的玩家 到达现场凭实体版的购买证明 不只可以换礼物 还有机会可以拿到PSM300元的礼物卡 最终完成他们的指定任务 也能抽Sony 4K电视 PSU主机 还有POSE 3D耳机等多项大奖哦 时间是在3月22到24 还有3月28到31号 连续两个周末的五六日 想试试看游戏好不好玩 或是单纯不知道带小孩去哪 可以到台北华山文创园区这里 看看到底是哪个默默人物在现场等我们 也可以走上日本和风建筑屋顶 或是西市钟楼飞檐走壁拍照哦 详细活动的资讯连结我放到这里 大家记得要仔细看过 才不会有白跑的问题哦 那么现在马上来看看 这次健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 我们对于这几年来的游戏市场不免 会让人家想到说这款游戏撇除游戏性好不好玩以外 都还是会顾虑到角色的设计 是不是自己喜欢的嘛 有些厂商做一做做到后面 都会因为市场的关系 都得要增加一些自己不太喜欢的元素在里面 但今天要介绍的游戏 健兴制作人金亨太 根本不想管这么多 他想做什么就去做 你不喜欢那你就离开 现在虽然我们都知道 只要经过他大师之手 几乎都有鞍铲型的大腿 凹凸有致的身材 有时候还会亮到像某游一样 油腻腻的肌肤 马上就知道是这位大师 不过他会这么有名 也不是马上有钱 马上开工作室 也没有跟我一样 路上遇到谁谁谁 马上就被地名片讲说 加入我吧 我带你找伟大的宝藏 这种蛮唬烂的剧情 他最发光发热的时期 大概就是网路游戏还蛮流行的年代 这当中最有名的一款 当然就是2008年NCsoft出了超强的网路游戏 当时最让人记得的设计就是以前 几乎没有人想要把西方的美学 跟东方的服装结合 所以正当金亨太这么做之后 也让渐轻的冷气直接爆炸 红到什么程度呢? 大概就是以前网路游戏都会举办 大大小小的封闭测试嘛 当年建林举办的时候 就有一堆人开机器人去抢序号 后来光是一个封册账号 竟然喊这样高到卖6500新台币左右 哇,那时候不知道多少人靠封册账号就需了多少钱 不过可惜这年在初期都还算不错 许多玩家甚至还因为小量更新 就跑回去玩 后来会陨落的原因 其实也跟现代做服务型游戏差不多 营运用角作,想尽各种方法 就是想要在玩家身上学一波 所以对于有些经济不太够的玩家 就开始退出这款网路游戏 后来2013年金亨太离开过后 就开了一间自己的工作室Shift Up 用短短时间就做了几款手机游戏 当中最红的就是酷啊 一定要勒紧,战斗的时候 屁股一定要晃得跟地震一样的射击游戏 胜利女神Nikki 会红了最大一部分的原因 就在于工作室对制作黏着度这一块非常在行 金亨太认为这样的晃动 不单单只是会让你看得舒服 赏心悦目 单手玩也可以好好操控 手机游戏嘛 单手玩应该蛮合理的吧 后来这款手机游戏爆红过话 工作室开始赚钱开始出迷 才开始有底气 可以重新回到佳基的战场 Shift Up在2019年公布了一款 名为Project EV1的游戏 那时候释出消息的时候 可能就只是 哦,金亨太工作室的游戏 交易的香味飘出来了 其实差不多是这样子 就没什么太大的爆点 真正开始红起来的时机点 是自从加入索尼家族 成为第二方工作室 才渐渐开始有新闻 比如说女主角衣服的身材动作 之所以会这么性感 最大一部分 就是找了韩国女模特 申采恩 利用她的身体原型 打造女主角的身体 会找这位模特 金亨太也是很直白 他提到说 这其实要看你怎么看美丽的身体 对我们来说 申采恩就是 我们认为 玩家最有吸引力的身体 也确实啦 从他的IG就可以知道 他对于自己的身体 很有自信 我也是莫名的感受得到 重点是 以前他的IG还因为尺度太大 直接被ban不见 结果索性再开一个 还更露 照片跟影片嘛 本来就是拿来欣赏的 每日一美女 新娘体特区 但也是因为 女多角 脸蛋跟身材 都过于美心 在这个满是正确风气的年代 当然也是跑不了 变成争议的对象 还好 金恩泰根本就是反女权指标 只要你不爽 那有什么问题 出去 最值得提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上个月有一名 女权主义的员工爆料 说那时候 他们只是因为角色过于性感 所以希望制作组 可以稍微做点改变 但大家也知道 他们就专门做这类游戏的 怎么能够容忍女权干涉呢 不过其实也是因为 Shift R的游戏都过于性感 所以女权主义会来应征 也让不少人抱持怀疑 是不是假新闻 可是因为美心引发争议的 不止这一项 上个月有一名 200多万youtuber Karin Jovian 她就强烈抵制这款游戏 主要抵制的方向是认为 健兴女主角的设计 外貌根本就跟未成年小孩 一样年轻 还说你要是觉得这个年纪没问题 你的低潮是不是应该 给FBI检查一下 朋友 你这样的行为 到底跟我们现在的iWi 有什么两样 后来她的天文就被一堆人呛 甚至还有很大一部分的网友 都觉得她是变相在歧视 亚洲女性 当然也是免不了 有人反唇相亲 觉得你的低潮才该被检查咧 后来这位老兄也是很有才 看到这么多批评的声浪 就觉得自己不想输 我要证明有人跟我想的一样 她就跑去纽约街头 找人来访谈 拿着封面罩跟身材的照片 只要看到想法差不多的路人 就上前问说 你同意吗 你不觉得这很未成年吗 光是影片开头的这一段 就够让人觉得不舒服了 我认为这只是男人 没有触碰到女人的生活 不知道什么样的 所以他们就说 这是我的视频 永远都会看得到 哈哈哈 最终这部影片 很理所当然的 被倒战 倒倒爆掉 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就是影片拍摄的方向 就是以资讯不足的态度 去面对这次之一 因为很早之前 金亨太就有提过 游戏中的女主角 脸部 是他们自己做的 只有身体是取差于 深彩恩 所以这位老兄 先是拿着封面罩 跑去问说 你觉得像吗 先骂一堆根本不像 刻意带风向 引发不满 引导观众发泄不满的情绪 才会说 没碰过女人 才会设计这种梦幻的身材 不过还好 大多数的网友 看完影片都超级正常 觉得这位老兄 根本就疯了 因为很大一部分 都是觉得整件事情 都是在找话题 找同温层 刻意带风向 也有人觉得她很强 找到全纽约最烦人的妄想狂人 这位逆法女士 还因为这部影片爆红 网络上跑出超多 她的名音跟梗图 这名实况者 Ex-Mango 看过影片过后 她不但觉得 劍兮女主角的脸 根本不像魏晨妍 还觉得这位老兄的行为举止 完全就是在误导大众 不过后来 Ex-Mango 因为好奇心作祟 查了一下她的推特 发现到原来 Karin Jovian 本身就是一位 忠实的X-BUS玩家 所以就有人说 原来是玩不到剑星 所以在那边搞这么大的抗议啊 后来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发售日快到 或者是内部就是想反击 PS欧美福在上个礼拜 不知道是供读生睡着 还是吃泡面吃太孩 按到按钮 一不小心 戏压 把剑星的demo 直接上传 有些玩家 不知道是不是有装性感侦测仪 手脚真的超快 直接把它下载下来就开玩了 值得庆幸的是 有下载到的玩家 绝大多数都说内部系统做得很不错 可是我看到试玩版里面有五套衣服 哇塞 你这样子还可以认真玩喔 这当中比较引发讨论的 就是这套 膚色的科技装 那时候demo刚出 被丢到国外的社群论坛 什么贴文啊 梗图啊 都直接抛开了 光是看到女主角攀爬石头 攀爬楼梯 哇靠 那个物理效果 整个被惊到耶 网友看到就想说 还好这游戏没有在近抗11月初 不然早就变近抗了 可是对于衣服这件事情 金亨太似乎也不是单纯好看而已 因为只要你服装有患 身上的一些功能也会跟着消失 眼镜比较好的网友就有发现到 如果你真的要穿这件衣服 女主角的护盾就会不见哦 所以也就是说 这套膚色装就等同于 让角色处在裸奔的状态打怪 哎呀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嘛 在场的有谁没玩过 爱登法环魂系游戏 为了香 你还不扛过去 所以其实也看得出来 金亨太在美感这一块 撇除角色设计真的很美心 服装方面 他也是完全不满糊 因为他把女主角的服装数量 设计到多到一个夸张的信件 上个月他接受日本IGN的访谈就表示过 游戏里面至少会有超过30套的服装可以换 看到这篇报道 我就想说 哇塞 原来女主角其实是 幻装娃娃的海梦是不是 后来才知道 哦 这30套服装 是包含豪华版 限定版 还有后续这些低游戏才会这么多 我们真正在正式版里面 就没这么多了 20几件而已啦 应该还好吧 而且服装对于一些玩家来讲 会有需求 撇除因为好看以外 玩游戏也的确是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新鲜感 就比如说前阵子漫威蜘蛛人2 蜘蛛人战役就冲到了65套 我也同意换衣服就会有新的体验 先前我有这种感觉 是我在玩莱莎3的时候 你知道 从头到尾都泳装 真的是 想睡觉都有点困难 而主角身上的服装 金亨太会有这么高的坚持 也是因为他做这款游戏的时候就有说过 当我玩这款游戏的时候 我希望能看到比自己更好看 更理想的角色 因为我觉得娱乐的形式很重要 这还是为了成年人所打造的一款游戏 这句话其实就突破很多游戏的眼界 市面上很多游戏真的挂上18进 都还只是因为喷了一点番茄酱就要挂 我们玩家有时候看到就会觉得说 早晚都要挂上去 何不把更多层的内容都塞进去呢 但必须说 有部分的制作组会有这层考量 可能也是因为希望游戏可以涵盖到更多玩家 毕竟他们要想的 游戏要够好玩肯定是第一首选嘛 要是内容能够让更多玩家可以玩可以接受 卖出去的份数当然也是越来越多嘛 而且真正在游戏里面实现的动作跟性感这两件 也不是简单的事情 过往也有做到这种形式的有潜荣帝影的静静 Belonita的主角,尼尔自动人型的2B 不过金亨泰对于这次游戏的启发 最早最早是一本叫做《臭梦》的漫画 内容讲的是一位机器少女 因为遭到废弃被一个博士找到 博士也帮她装上了一只身体 重获新生 后来他也逐渐看到不同的游戏 Belonita,尼尔自动人型 其中自动人型算是启蒙最多的 他形容当初看到自动人型的想法是 啊,原来游戏也可以这么做 大概内容就是尼尔凭借了几个美美的角色 在游戏市场里占了很重要的地位 本身不但有很强的游戏性 就连剧情也是有一定的深度 特别是在2017年的TGA年度盛会 虽然只有得到最佳的游戏原生 但也有入围了最佳叙事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健兴的预告片 有不少地方都有一点尼尔的影子 不过如果真的要提到游戏这块领域 最常碰到的往往都是因为某些因素 搞到最后自己都做出大家不喜欢的游戏 如果市面上更多像是建兴这种 秉持自己的想法 又拥有更多自我风格的游戏 是不是也代表其他创作者 也会觉得这是一个典范 不再是一味的跟风 好像没有正确就没有人要买 好像没主流就得要硬塞抢叉 如果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梦想 把理想的游戏做出来 往往这才是表现自己作品最棒的方式 不知道大家看到这篇 对于这次游戏新闻是怎么想的 可以趁现在这个休息时间 留下心得点个赞订阅给它按下去 因为这不但会让影片更容易被推广出去 留言也是可以抽奖 只要针对今天的影片的任何资讯 留下你的心得 我会拿一张PS Plus月卡出来抽 所以讲到这里来开讲上周得奖的朋友 要记得寄信给我 这样我才可以回给你中奖的序后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几天 有哪些热门的游戏吧 魂斗龙加鲁加行动是由1980年的版本作为基础 做出来的一款复刻游戏 他的玩法其实也跟当年差不多 只要拿起你手上的大枪 一路杀杀杀杀杀 看到东西就要闪 看到人就给他杀 他撇除有收入原版的内容 还追加一些机制、敌人跟关卡 你真的怕孤单、不想自己玩 也可以找二到四个朋友一起玩 不过毕竟是一款老游戏 所以基本上还是要对到电波才会想要入手 《新年大战》战场前线、经典合集 这一款应该是这周最具话题 也最多负评的一款游戏 也不知道是不是想要秉持经典这两个字 画质不但很经典 就连线也跟以前网路游戏一样 想跟朋友一起玩都很有难度 而且重点是 他的内容也跟原版差不多 所以很多刚入坑的玩家就说 既然一样只是解析度提高 为什么要花这笔钱呢? 各位,不要浪费钱啊! 好,这周的电玩面下关就让我们结束啰! 不知道大家看完过后 对于这次的节目有什么看法? 譬如说建星真的可以改变 游戏创作的想法吗? 或是Karin Jovian也抵制抵得太彻底了吧? 都可以留言来跟我们分享 离开前,如果你想看 昨天我发的最终幻想的心得 可以点右上的影片 或是说你想知道让人崛起的资讯 也可以点右下的影片 离开前可以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给更多人 希望可以一起努力让赞超过1000 为持续出新闻给大家看喔! 我是SKY,我们下部影片见! 各位掰掰!